好,歷星期四晚的鴻骨經濟 今晚首先我們兩個開始 我們先作飯 雷種之後應該 隔一兩節,雷種就可以參與 雷種比較忙,是不是又有個教堂 Webinar 現在應該要在家,不過可能還未做完公司工作 所以要稍後再加入我們 有個Webinar,今次不是跟聯儲局那邊開會 不知道是不是跟歐陽翰 不是開Jackson Hole那些 Jackson Hole就一來一次,今次就不知道他在哪裡 等雷種之後回來匯報 或者他可能跟倫敦HSBC的金絲雀碼頭總部 作為股東,他應該要開收 給一些意見的董事 應該跟匯豐應該要怎樣處理 雷種之後應該會解答大家的疑難 第一節,我們的習慣多數都講一講市 今個星期其實都偏向幾 實際的 首先,一開始都是要報一報 美國的指數 道指現在跌0.5%,大約跌129點左右 到26,639點 S&P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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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見了 這麼害怕 S&P500 Future 應該是3,000點 我看到上面跌18點左右 跌0.4% NASDAQ就跌0.17% 開始收窄了 跌幅 但是 美股近來都很浪 因為我昨晚 睡著之前 都跌了一點 但不是跌得很厲害 但是一睡醒之後 就看到 都跌了下去 一開始 整個電動車股 或者新能源股 都跌得很陷 首先 連續被 雷種唱衰的NICOLA 一開始已經跌了20% 那個混蛋CEO 就無論端端自己跳了船 就說 因為有機會被人起訴 就不做公司的CEO 打胡圓圓 他其實是由13-14元左右 升到70元 但是 現在只剩下17-18元左右 一直都說這種 柔柔的 從名字開始 我也覺得 別人叫Desla 他叫Nicola 你做TAC 就要創新 OK 連你的名字 是一間公司的代表 你的名字 都沒有什麼 創新的東西 舉例 小米也不會這麼老套 叫香蕉 對不對 如果Apple厲害 你就叫香蕉 你真是玩東西 完全沒有創念 所以不行 所以NICOLA跌得很厲害 Tesla 跌幅就收窄了 剛才好像都見過跌5-6-7% 但是現在最深跌了2% 就報371萬 但是你知道Tesla 超級盪的 現在報了下一秒 就可能不同了世界 整個星期 偏向都是比較跌少少 第一 星期一 晚上 油價也是跌得很厲害 油價也是跌幅很厲害 導致到 應該星期一夜晚 導致就是舊經濟股的偏向比較代表 最多是800點 對啊 導致星期一晚 因為可能油股拉了下去 導致到 就是 導致跌得比S&P500和NASDAQ 跌得多一點 然後星期一夜晚 但是歐洲也是大跌 我沒有看你上星期推介 不是推介 就是介紹過的NASDAQ 不知道是不是比較硬 但是歐洲大跌 為什麼呢? 有幾個原因 第一 就是 一看新冠肺炎的確診數字 全部歐洲大跌 都是慢慢的 今天最少法國 西班牙等等 都是衝破了 每天確診數字大約1萬 那 UK 倫敦 整個英國 雷總小心一點 雖然 不過幸好Wedman NASDAQ 不是自己親自過去淪溫 那麼 其實 Boris Johnson 也說過 會走回一個新的 一個 一個 禁止的措施 所以 基本上 有機會這些措施 會 推行 六個月之長 也挺恐怖 就是 現在是 九月尾十月頭 哇 還要等到 明年三月四月才行 真的不行 真的 可能真的要等到 Astrasenica 疫苗 有用 才可以解封 其實理論上 我也覺得 對 疫苗 也有點 沒有之前 那麼大信心 講開講 因為 第一 也知道 俄羅斯 普京那種 未必有效 因為 明明 叫做 俄羅斯開始有疫苗 我不知道它是沒有什麼 外面的人打 還是怎樣 其實俄羅斯的確診指數 一直都 不是大幅下跌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其實 我自己覺得 理論上 全球是要一起打疫苗 才叫做有用 因為你疫苗都不是 100% 完全是 你接觸一個確診者的話 不是代表你打了疫苗 一定會沒事的 其實也會有回事 舉例 發達國家或者北半球的地方打了 但是你又開始慢慢去 就是 回到正常的時候 那些飛機飛來飛去 又是會惹回的 其實都 相當擔心 如果以COVID-19這個R-2-4來講 至少要5-60%的群人打了疫苗 或者是有一個免疫 5-60%的免疫才可以 真的叫做有效 如果你說是麻疹 如果R-Factor去到12-14%的話 就要90-95%才可以有效 唉 所以相當擔心 就是 我基本上差不多一年沒有去過旅行 就是 我都被矮咬 真的很辛苦 其實 所以你看回 除了美國 也 市場已經跌得少了 你看看香港的市場 又穿了23,000 一輪就差不多6-23,000 當然是因為大象拖了它下去 但是其實很多 很多舊經濟股都開始出現了一些調整 是啊 新經濟股一跌又跌得 你也知道不是人那樣的 今天就是外賣仔 美團也跌了5% 新舊經濟股也跌了 不只是新經濟 再加上我會講的 謠言滿天飛的恆大 都是跌了5% 所以整個香港指數都跌 星期一就跌有 又歐洲又跌 星期三晚 昨晚就是跌科技股 然後就是 啊 我也想講 就是 貴金屬方面 其實都跌得很厲害 現在的金 雷種給我看好的金 其實現在都跌回 哇 眨眼去到160 就是穿了1900 那些位置 就是跌下去 回到1800 其實 又不是說有什麼特別差的新聞 或者不印錢 但是全部 這些貴金屬等等 整個市場又回到 似乎 K.O.你又比較熟 就是一個 美國的大選 或者政治 那 是不是市場都有點害怕 十月 有機會有個十月的驚奇 未必現在就馬上沽了 去等待這個十月的驚奇發生 但是 會不會起碼落著那方面 沒有之前那麼久 會不會有這樣的機會 其實現在都九月尾了 九月尾 都很接近十月 你說 剛剛發生的事 算不算是十月驚奇 都可以算是半個了 就是這個 身後這位 就是Rubert Ginzburg 就是過身 那原本那個 原本那個選舉的議題 都不是 就是 看重這個 聯邦最高法院的 法官的任命 但是因為 就是 RBG的離世 變成有一個空缺出來 那 就變成這樣 是一個很 很刺激的選舉議題 那 這件事 你說對 哪一邊有利 其實我又 我覺得 是比較neutral一點 就是兩邊 都可能是會 就是兩邊都非常關注這件事 因為 Rubert Ginzburg 是一個自由派的法官 那 原本自由派都已經是 只有四個法官 五比四 那 但是 過往 就是 以往 應該是說 Rat Kavanaugh 就是第五位 保守派法官被找進去之後 其實 反而 小布殊委任進去的 John Roberts 就是 Chief Justice 就是首席聯邦 這個 最高法院的法官 他呢 反而是會 原本他的立場是偏向保守派的 但是他又經常都 就是 過往有兩次比較重大的 就是判決 一個就是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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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 一個是關於 一個是關於 關於墮胎的 另一個沒有記錯 都是關於 同性婚姻 還是 總之是一些 RGBT issues 他也是 偏向自由派那邊去投票 因為他就說 不應該 就是 就是 他覺得要做一個平衡 不應該說 我現在 保守派佔多數 就 所有issues 都是 所有保守派 都覺得不應該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說 就是 由5比4 轉到6比3的話 相信這個平衡 就更加難打破 所以 接下來的 任命 都是 很看重 那 肯定是會 無論是 川普那邊 或者拜登那邊 都會用這個來做 一個選舉議題 詳細你就會 之後的資訊會講 但是 再講一點 少少 那個 市況 或者這樣 那 好像又開始 就 回頭 我看到 NASDAQ 都開始 有少少輕微 的 升幅 金那些 都是 比較低位 所以 之前 巴皮特買的 Barrick's Gold 都 跌得 挺厲害 那 有些債券 都動一動 但是 我看到 譬如今天 有講恆大的消息 股價就跌了5% 但是 不知道是 債券的報價 是延遲了還是怎樣 但是 我看到 對於這些消息 尤其是 上不到A股的話 可能是 對於 錢幣壓力比較大 比較敏感度高的 債券 又好像沒有太大影響 油價會不會有什麼特別消息 又是跌呢? 純粹是覺得 因為 歐洲的 疫情控制比較差 可能又是對油的需求低一點 所以會跌下去 還是怎樣 對 如果你又去封鎖的話 那 用油量肯定是會 跌得比較厲害 那 還有 應該 那些庫存好像 都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甚至乎是 美國那邊的庫存 是減少的 那應該都是 Demand那邊出了一些問題 那 還有 其實我看到 Barrick Gold 不是跌了很多 高位也是跌了一成 我還以為 那些資產股 但是 剛才KO你說 你身後 已過世的 女大法官 可能是半個 十月經期 但是 有些人在期望 十月 會不會真的有機會 在台海 或者 南海裡面 發生一些摩擦 甚至一個很局限性的一個戰爭 那 這節的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 下節回來再講講 如果真的發生 都真的有機會 trigger 一個比較十月的驚奇 那我們 下節回來再講 OK